這個課程的一個部分,然後高興又看到大家這樣,我是說真的這樣,每個禮拜看到大家,每次我上就是大一的這種課程都覺得還蠻開心的,特別是在準備課程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我都覺得準備這些課程還蠻開心的,不會像說,你們覺得說,會有那種星期一征後去,你就放假完,然後就要上課, 其實老師,有的也會不想上班這樣,可是如果是我準備這個課程的話,我都是覺得還蠻開心的,所以真的還蠻開心看到大家這樣,那大家上禮拜去迎新還好嗎,表情看起來不太好的樣子這樣,是不太好玩的,就迎新,說實在的我也沒參加過迎新,因為我剛剛到大一的時候什麼都不懂,然後放假我就回家了這樣,然後我也覺得, 就完全沒有參加到迎新,不過聽說後來迎新是說,可以讓你跟同學啊,學長姐啊,比較認識這樣,反正以後還是有機會啊,就多認識,是有好處的這樣,可以多點交流這樣,所以希望大家迎新,最後10月10號那個假期完的開心,聽說那是今年最後一個國定假日,再過來就是1月1號了這樣, 很快1月1號就會到了這樣,我們這樣上課上一上,很快1月1號就會到了這樣,好,好,所以,呃,再跟大家就是宣傳一下,就是上禮拜有跟大家提到一個就是,獎助學金的部分, 就是那個有講,金額是1萬塊,那個寫生法那個,我目前有收到一位同學,應該說兩位同學的申請這樣子,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申請的話,鼓勵大家多申請這樣子,就是說你覺得,想試試看,至少有這個機會,那就試一下這樣, 哦,啊,上次提到,如果你說什麼清函正銘那一些,就算是禮葬,開隊也OK這樣,當然到時候是會看所有人,送過來的申請的資料來挑就是,呃,可能說比較真的蠻需要這筆獎助學金的一個同學這樣,哦,當然也有可能送過來的都不是清函的,那就是看,呃,就是可能是成績啦,等等的這樣,哦,所以大1、大2、大3、大4的同學,就可以把握一下這樣子,哦,基本上只有大學過的,這邊應該,除了宗教 所以,那今天其實我們主要是會講到,就是第三份講義,就是我前禮拜,禮拜一上傳的那一份這樣子,不過要上這個之前,我需要先跟大家複習一下,呃,第二個單元所交的一個內容,讓大家比較有個印象這樣,這樣,弦接起來應該會比較簡單這樣,所以一開始我,其實我,其實我第二份講義也有一些還沒講完的,哦,所以我先複習一下,上禮拜交的一個內容,這樣,讓大家比較有個印象這樣,這樣,這樣,弦接起來應該會比較簡單這樣,所以一開始我,其實我,其實我第二份講義也有一些還沒講完的,哦,所以我先複習一下,上禮拜交的, 一個部分,把剩下的東西講完之後,然後我們就開始來進,進入到第三個單元的一個部分,這樣子,哦,所以,呃,就是這個單元,其實我主要複習的是這個這樣,因為接下來的3456各個單元,都基本上會以這個作為一個出發點,哦,所以大家在回去複習的時候,就是你把這個東西搞懂,之後,那後面再搭配講義所,說的重點啦,跟一些說明的部分,哦,這樣應該大家在學習一下, 希望可以讓大家比較,呃,覺得比較簡單一點,不會這麼的複雜這樣,啊,如果真的就是說,你上課的時候沒有聽得很清楚,那你回家也可以,就是再做一下複習這樣,哦,啊,複習在那個Facebook上有影片嘛,所以如果大家覺得,你可以快轉啦,不用,不用三個小時都看完這樣,你可以快轉這樣,看你想看的那個部分就好了這樣,啊,講到這個,就這禮拜天有要交一個作業這樣,作業好像,看起來好像有人已經交了這樣, 啊,啊,那個作業如果大家在撰寫上面有問題的話,啊,請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可以,有兩個管道可以問這樣子,就是說,第一次寫作業我想應該是會有蠻多問題這樣,第一個管道是大家可以問助教這樣子,呃,助教在,他的資訊在第0份講義這邊,時間上次有跟大家提供應該會有兩段時間,一個就是本來的助教時間,禮拜五四點到六點,啊,另外一個就是今天,今天下午的五點, 二十到七點,五點二十到七點這樣,所以如果大家在,寫那個作業上面有什麼問題,譬如說我想,可能主要是,可以有那個程式,那個程式寫完之後,為什麼變異完不會動這樣,喔,所以如果是有這些問題的話,一個是大家可以趁禮拜五的四點到六點,跟今天的五點二十到七點,啊,到這間七樓,這間實驗室來找助教,或者是你也可以,啊,把你的問題PO在社團上面, 就社團上面,這樣子也許,很多人會跟你有類似的問題,大家可以一起看到這樣,喔,所以這個助教時間會比較像,偏向個人的,就是你自己去找助教,啊,其實你也可以來找我啦,所以就是,這個是第一次作業的一個部分這樣子,喔,啊,作業的部分,題目大家都還看得懂嗎?喔,就是題目,題目是, 就是,上次我在講的時候是比較,比較,用頭影片講比較快這樣,所以我後來回去又把它寫得比較多文字這樣,喔,基本上來說這個程式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去填幾個東西這樣,喔,就是說一開始,啊,這個人,這個程式是希望說,跟這個,用這個程式來跟某個人講說,你期末考應該要考幾分,才可以在學習成績拿到你想要的分數這樣,喔,所以一開始他會, 希望說,請這個人先輸入你期末想要得到哪一個等級,喔,譬如說B1這樣子,喔,那你就要,接下來這個人要再跟這個程式講說,如果要拿到B1最低,學期總平均要幾分,喔,譬如說大家可以去查這個,學校的這個表格這樣,喔,他是73,所以就輸入73.0這樣子,喔,那,接下來你還要再跟他講,那你到目前為止,呃,成績的平均是多少,他跟他講是74.6,喔,然後再, 最後一個,還要再跟他講的是,那期末考佔你這,這門課的幾%,喔,他就跟他講是25%,喔,因為接,喔,用這些公,欸,用這些資訊之後他就可以算出來,最後他應該要,期末考最少68.2,他才可以在,期末拿到73分的成績,打到B這個水準這樣,喔,所以,這個是大家可以回去再看一下,如果對題目還有一些不太懂的可以再跟我講這樣,喔, 喔,所以這個是大家的程式需要印出來的資訊,喔,這個,這個只是範例喔,就是到時候,喔,助教在測試的時候會輸入這四個不同的數字這樣,喔,看這個答案這個是不是對的這樣,喔,喔,所以這邊這四個大家要注意一下,喔,就要讓他,讓使用者可以輸入這個資訊,然後你最後幫他算出,這個是你算出來的,這個68.2, 所以,這題其實主要的重點就在於,你怎麼根據前四個資訊,導出一個應該一定有一個公式這樣,然後算出最後這個68.2這樣子,喔,所以,這個程式應該是不會太過困難,困難的地方應該是在於大家第一次寫程式,可能還不太熟悉那整個流程這樣,所以流程上有問題,非常鼓勵大家去多問問題這樣,喔,好像現在在臉書上面問問題的比例有比較少一點,不過已經開始 有同學問了這樣,喔,所以大家可以再多問,喔,禮拜天早上九點以前這樣,好,所以要寫一個程式呢,最基本的就是長這個樣子,你把這個格式記起來這樣,喔,那以後你寫程式心裡有這樣子的一個範本,那你接下來寫程式應該就會蠻容易的,啊,基本上一定會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是前置處理,喔,就是要跟程式講說,欸,你接下來這個程式可能會用到什麼資料庫啦,人家什麼已經寫好的程式,或者是你有定義 什麼特殊的名詞這樣,那真正的主要程式的部分是在man這個function這樣,喔,所以這個man非常的重要,裡面上禮拜有教到過說,裡面我們會宣告一些,你可能是需要,像剛剛那個作業的例子,你要儲存那個它輸入,說想要達到的一個成績,它是一個變數這樣子,你要跟這個程式講說,這個變數是什麼樣的資料形態,是整數啦,還是小數,還是致緣,喔,剛剛在那個,呃,作業裡面這三個都會出現這樣子,喔,那, 那,怎麼樣把變數的值讀進來,在上禮拜也有教到過說,可以把這個變數做一些運算,有一些加減、乘處、正負,喔,那,顧及一下,上次有提到說,加減、乘處、正負,它有一些優先權的關係,喔,優先權的關係是誰要先做,喔,基本上是正負要先做,乘處做,最後是加減這樣,喔,所以這個變數的運算,喔,它的這個優先權的關係,這個大家也要了解一下,喔, 啊,如果你沒有,不想計的話,基本上就是把你,你覺得應該要先做的做刮虎,把它刮虎起來,這樣就OK了,喔,所以回去的時候可以再試試看,最後是把變數輸出出來,就是輸出你計算後的數值,像是那個作業,就要算出那個68.2這樣子,喔,所以再用這個範例的程式再做,就是更詳細具體的一個複習這樣,喔,所以這邊大家也可以看到,這個第一個框框就是前面說的這個前置處理這樣,剛剛提到說,你要跟這個程式講, 跟電腦講說,你接下來會用到什麼樣子的,呃,別人已經幫你寫好的,呃,呃,韓式庫,譬如說這邊我們用到的是這個標準輸入輸出,stdio.h,喔,這個等一下,第三份講義還會再多說更多人家已經幫我們寫好的這樣,基本上這邊大家要先記得這樣,在你寫目前的作業的時候,只要你的程式裡面,不要用到printf啦,scanf這個,把東西印出來,或者是讓使用者輸入東西, 輸入一個數值,把它存起來,這樣子的一個命令的話,你都記得要用這個,要把這一行加進去,這個include stdio.h這樣,注意一下後面沒有分好,這兩個function是這個,這個韓式庫所提供的這樣,喔,所以一定要記得喔,如果你忘了寫這個的話,你單純寫這個去做便譯是會有問題的這樣,喔,所以這個是第一個要注意到的地方,就是,目前為止我們所寫的程式一定都會有,叫使用者輸入東西, 然後我們把答案算出來之後,再印出來這樣子的一個過程,只要用到這樣,這兩個過程,你一定要記得把這個stdio.h給include進來這樣子,喔,這樣程式,這個電腦在變譯的時候才知道說,這兩個function該怎麼樣去執行,因為它的執行方式是寫在這個裡面的這樣,喔,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這個叫做標準輸入輸出的一個,喔,這個是我們前面,欸,在,應該是,期中考前最,算是最基本會用的, 用到的一個方式這樣子,好,那剛剛有提到,這個裡面會有一個變數宣告讀取運算的一個部分,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就是變數宣告,喔,那這邊的重點是要注意一下,宣告的時候你要仔細看一下題目,它叫我們輸入的資訊,啊,或者是運算的資訊是什麼資料型態,喔,白話一點講就是,到底是整數啦,還是小數啦,還是自圓,像這邊是都是小數這樣,所以它就用這個double這樣,喔,所以整數要用什麼, 方式來宣告,小數要用什麼方式來宣告,這個大家回去的時候,在複習的時候也,寫作業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這個你要宣,小數是double這樣,啊,如果是整數就是這個int, integer這樣,喔,這個你不能寫錯,你寫錯你出外的答案也有可能會是錯的這樣,喔,所以如果你,嗯,就是寫出來不會動的話,或者是出外答案是怪怪的話,你可以檢查一下,通常會常出現的錯誤是這樣,喔,就譬如說這邊不能加分號,你加了分號, 跟後面這些該加分號的,你沒有加,喔,還有就是這個變數的資料型態,你沒有宣告正確,喔,比較詳細的,等一下,應該說其實在課本的每一章節的最後,它有一個,它有一個小章節是,嗯,常會出現的程式錯誤,喔,這個大家可以,蠻鼓勵大家去看一下的,實際上在第二單元講義的最後,我也有放了一些,好,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章節在講什麼,喔,啊,第三章的最後也有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章節,這個回去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這樣,應該會對大家把程式寫好是有幫助這樣,喔,啊,注意一下喔,這個課本自己也講說,不可能第一次寫程式就會,嗯,一次就OK,有可能前面簡單的程式可以,但後面的越來越複雜的程式是,這機率是比較低這樣,所以那本書還蠻不錯的地方是,我覺得是,它在最後的地方會跟大家講,常犯了,所以這張節常犯的程式錯誤會是什麼樣子, 喔,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你就可能可以避免掉自己犯這些錯這樣,好,所以,這邊,注意一下這個在宣告變數的時候的資料形態的一個部分,變數宣告好之後,接下來大家寫程式,你可以仿照這個流程,基本上是不會,不太會變的這樣,變數宣告好之後,接下來請使用者開始輸入一些我們需要的數值,把這個數值存在這個變數裡面,譬如說這個是要把英里轉功力,它就要叫它輸入英里, 把英里的資訊存在這個miles這個變數裡面,這個語法這個大家回去再複習一下這樣,好,它就要用一個and的符號把它存在這裡,and就是儲存的意思這樣,and就是儲存的意思,好,啊,中間的這個格式,因為它miles是一個小數,一個小數,所以它如果要掃描進來一個小數的話,一定要用lf這樣,這個f就是伏點數啦,所以這個大家可以,應該說記一下, 或者是你多寫應該就會記起來了,好,所以這邊把,請使用者把資訊輸入進來之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運算,好,像這個英里轉功力,很單純就是把它乘上一個,一個1.609這樣子,好,乘完之後再把它運出來,好,所以,這邊你可以看到,它的邏輯是蠻,蠻直接簡單的,就把變數的資料輸入進來,做變數的運算,最後把變數給輸出出來,好,這樣子就結束了,好,所以大家在寫作業的時候可以放, 我們知道這個格式,先思考一下那個問題到底要的是什麼這樣,然後利用這個範本,把這個程式寫出來,基本上應該就八九不理寫,可能就是剩下來的是一些小細節,這個大家要再注意一下這樣子,好,啊,這個等一下會再跟大家算提醒一下,好,就是常見的程式錯誤會有哪一些這樣子,好,大概是這個樣子,最後一個要複習的是,在這個一開始可能還會做一些定義這樣子,也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在看這個程式,如果這邊你寫1.609,你擔心你之後,可能不知道這1.609是什麼意思,或者是你擔心這個之後,可能在做期末的一個project的時候,你的同學會看不懂,那你最好就是把這個直接的數字定義成一個名詞,讓他看得懂,跟你自己看得懂,這個名詞是什麼意思,所以像這1.609是1 mile是多少公里這樣子,他就這樣定義出來,如果你有這種定義的話,就要在這邊加個define這樣, 好,注意一下沒有分號,好,沒有分號這樣子,這個機會複習一下,好,再注意一下,你在寫註解的時候要注意,這個其實有寫在課本的,就是第二章的最後面那邊,這個信號跟斜線中間是沒有空格的,好,再注意,信號跟斜線之間是沒有空格的,如果你有空格,你就會出現一個你debug,你修改你的程式,你找那個問題的發展員會找非常非常久的一個問題,因為這個真的很難做, 就是說如果這裡我這邊加了一個空格,放在這裡,這樣程式給你看,基本上大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機率,大家看不出來到底有什麼問題,但是那個軟體就會跟你說有問題,那你就越來越生氣這樣,明明你就會覺得說,我不是寫的已經非常完美了,我就照了課本寫,為什麼還是不會動這樣子,你可能會發現就是,也許是在寫註解的時候,這個信號跟斜線中間,你不小心打了一個空白在裡面,這個也是一樣這樣,等一下最後會看到, 這樣子,所以這個要請大家再注意一下,也要再注意一下,我這樣子講不是要讓大家覺得說,那這樣寫註解好像很麻煩,萬一我不小心解一個空白,還會讓我的程式不會動,那我是不是乾脆就不寫了,不要這樣子,這樣就要有點像陰噎廢死的樣子,就是說註解是蠻重要的,基本上來講,這個註解不太會打錯,可能是你那時候不小心打太快,就是,也許你們打電動還是,像我打電動還是, 打字啊,打,有時候會覺得就是,到了一個進階就會打很快這樣子,最後按下那個Enter的時候非常的爽快這樣子,那這樣打太快的時候,不小心就會多一個空白這樣子,但基本上你慢慢打是不太可能,這兩個中間你會多一個空白出來這樣,所以我還是要講,這個註解是蠻重要的,在接下來每一個單元裡面,你都會看到,你一開始寫程式,不一定一開始就會寫出這種,這麼像火星文的這種文字這樣,一開始我們可能是從, 先寫註解開始的,這些註解其實代表的是我們解題的過程這樣,譬如說我在寫這個程式的時候,這個其實是我等一下第三個單元要教的東西這樣,我一開始我只要先確定好這個,這個問題到底要叫我解什麼就好,我把那個步驟想出來,譬如說像這個,他是要叫我把英理解成,轉成公理,那我就開始想步驟,這個步驟一定就是說,那我就要先請使用者跟我講,那現在是多少英理, 我把他轉成多少公理,再幫他印出來,所以你就會看到這個註解其實就是步驟,第一個步驟呢,輸入英理,轉成公理,最後印出來,所以在寫程式的時候,其實如果程式比較複雜的話,我比較建議大家先把註解寫出來,把你的每一個步驟寫出來,每個步驟寫出來之後再去根據這個步驟要什麼,然後去把程式寫出來這樣,這樣有個好處是這樣子,你一開始就不會覺得這個問題很困難,因為你已經把它拆解 成幾個步驟了,接下來你只要針對每個步驟去思考,怎麼樣實現這個步驟這樣,譬如說要怎麼輸入數值,怎麼樣做轉換,這個公式是什麼,怎麼樣把東西給印出來,所以這待會第三章會再講,比較強調這件事情這樣,所以註解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夠引導你怎麼樣把這個問題給解決這樣子,所以這大概就是上禮拜所教到的一個部分,用這個圖很快的跟大家複習一下, 詳細的大家也可以回去再看一下那個YouTube這樣子,所以如果你覺得,其實我覺得我講話蠻慢的這樣,你如果看那個影片,你可能會覺得就是為什麼我講話可以這麼慢,你可以把它放大可能加快1.5倍或甚至2倍都可以,那可能會比較接近你們習慣的講話速度這樣,其實我覺得我上這門課的講義有點在突破自己這樣,以前我其實一個小時只能夠講10頁而已這樣,但上禮拜我就講, 講了好像4、5、10頁而已這樣,但這個講多快倒不是重要,反倒有時候講太快不好這樣,我只是要跟大家講說,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吸收到我想要跟大家講的一個部分這樣,所以心裡要有這一個圖喔,這一個圖這樣,一開始前置處理,主要程式在做什麼,讀取東西,宣告讀取東西,運算跟輸出東西這樣子,這樣你第一個作為應該會蠻簡單的,注意一下那個資料型態這樣子,好,那接下來我就來講,上禮拜還沒時間, 講完的一個部分這樣子,上禮拜其實我們應該是講到,這一邊有一個範例這樣子,就是上禮拜最後應該是講到這裡這樣子,就是說變數的運算,有一個順序這樣,瓜壺要先做,剛剛有跟大家複習到了這樣,那我去的時候再看一下,寫作應該可以更深刻體會到這一邊這樣子,接下來呢就是, 就是說這是課本的一個範例這樣子,它是一個就是零錢,就是使用者可以投入一堆零錢,但是這個程式要跟大家講,它總共投入了多少錢,把它換成,它是這樣子,它是輸入的,因為這個書是用英文寫的嘛,他們的幣值就一定是用他們英文的那個,應該說美國的那個幣值這樣,美國的印幣有分這幾種這樣子,就是一塊錢的,然後這個是0.5元,叫做50 cent這樣, 50分,然後有1分,5分,10分,25分這樣,這個程式主要就是說,那個使用者會把這些零錢丟到那個投幣機裡面,然後他要幫他算出來,他丟的這些零錢總共是多少元,多少份這樣子,它的目的是這樣子,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是比較詳細的一個文字這樣子,就是說它,重點是這兩句話,就先講這個,這個紅色這個就是說,使用者會一直丟這些零錢, 譬如說它已經結束之後,它會跟你說,那接下來他會請大家輸入他的名字,就是說這個人的名字是多少,然後他就會幫他印出來說,誰誰誰誰,你現在投了多少這些錢,總共是多少元,多少分這樣子,所以這個是他的目的這樣子,所以這個程式基本上就是希望大家,在使用者投入了這種不同幣值的零錢,不同的個數之後,怎麼樣幫他算出來是多少元,多少分這樣子,所以這個程式基本上就是希望大家,在使用者投入這種不同幣值的零錢,不同的個數之後,怎麼樣幫他算出來是多少元,多少分這樣子, 所以重點就在於說,大家要知道每個幣值是多少分這樣子,一百分就是一塊錢,一百分就是一塊錢,這個如果大家以後有機會去美國旅遊的話,不過現在好像安全比較嚴格這樣,如果你有曾經去過那個被美國視作為是,就是敵人或危險地區的,你現在去美國就會被,會比較困難,會被,會被,會被喊茶,就是為什麼,譬如說, 譬如說伊朗,譬如說伊朗,他就問你說,為什麼你要去伊朗,這伊朗現在跟美國不太好這樣子,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他投入這些換成這個這樣子,所以在複習一下,用這個來複習一下剛剛教到的那個部分,就是基本上一個程式就是會有兩塊,第一塊,前置處理,第二塊,main function,main function裡面,我們要宣告變數,請使用者輸入數值,轉換到我需要的一個輸出的一個進步, 結果,最後再把答案印出來這樣,所以這邊就是他宣告變數的一個部分,使用者會輸入,先看下面這一些這樣,他會輸入他投了多少個1元,多少個25分,多少個10分,5分,1分這樣子,這是他輸入的東西,剛剛有提到這個程式還要印出來這個使用者的名字,所以他要請他輸入他的縮寫的三個字這樣子,譬如說大家應該都有英文名字嘛,基本上, 應該會有三個字這樣子,所以等一下可以有一個範例給大家看,這個是字圓的形式,頭的這硬幣呢,是整數的形式這樣子,好,輸出的東西是什麼呢?就是總共多少元,多少分這樣子,多少分這樣,好,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步驟其實跟,你會看到這些範例的算是解題的過程都跟剛剛交到了差不多這樣,輸入資訊,然後做運算,最後把答案輸出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回去的時候再看一下這樣,基本上他就要開始累計,那這邊,譬如說如果這個是25分,如果這個25分有4個的話,他就變成1塊錢,所以你就要寫一個算是公式來看說,欸,多少分會對應到1塊錢,多少這個代表就是10分,10個10分就是1塊錢,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這邊我倒是沒有要一行一行仔細讓大家看,基本上我就是把重點跟大家講,然後大家回去的時候可以仔細看一下課本這樣,這塊,這塊就是請這個使用者輸入他的名字,譬如說他的名字他就寫JRH這樣子,譬如說以我做例子好了,我叫謝東佑嘛,那我英文名字就是TONGYUHSIH, 那就會是TYH這樣,每個人應該英文名字都有一個縮寫這樣,那接下來這個程式就會請這個使用者輸入,現在他投了幾個1元硬幣,幾個25分的,幾個10分的,幾個5分的,跟幾個1分的,他輸入完之後,這個程式要把這些資訊綜合起來,跟他講,你總共投了9塊錢26分這樣子,所以這個公式就在這裡啊,你可以看到, 他先把所有的錢換成分這樣子,所有的錢換成分,一塊錢是100分,quarter是25分,所以乘以25這樣子,總共多少分,然後把它除以100,就是多少Dolls,剩下來的,你看到他是用什麼做運算,一個儲一個mode這樣,回去看一下這樣子,這樣子,其實我是建議大家,如果你想要把這個觀念再弄更清楚,你最好回家就是, 把這些範例呢,都一個一個自己打一次,然後看是不是真的可以跑出這個結果這樣子,注意一下,一開始可能不會跑出這個結果,就是會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你可能到時候會很怨恨自己,為什麼會犯這種錯這樣子,然後你可能會,欸,可能會覺得自己會不會是沒有寫程式的天分這樣,沒有這回事這樣, 一開始大家都是這樣,我一開始寫,一開始修這個課的時候,還想說,欸,不會動了,他教個屍體好了,助教可能會同情我這樣子,的確,他的確是有同情我,那時候好像跟他講說,這個雖然不會動,但至少也有活一半這樣子,就是他沒有完全死掉,他還是會有一些東西這樣子, 後來我發現其實,那是因為可能學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要學那個硬背,我覺得這個東西用背的方式來學就會很困難這樣,如果你知道他到底在解什麼問題,中間的過程是怎麼樣,那你可能在寫的時候,然後再加上上課的時候會跟大家講一些要注意到的地方,應該寫起來會比較順利一點這樣, 所以會長這個樣子這樣,所以這個範例主要是再一次的複習,基本的程式非常簡單這樣子,就是前置處理器Main Function,Main Function,宣告變數,讀取變數的值,做運算,最後把它印出來這樣子,所以往後每一個單元你都會看到其實每個程式都長這樣,所以如果大家,希望大家不會覺得就是這個程式會太過困難這樣子,所以這個範例大概是這樣子, 接下來講這個,就是大家課本上2.6的這個部分這樣,這2.6其實主要是要跟大家講printf更細節的一個部分,上次我可能有跟大家講過一些這樣子,不過這個在作業裡面似乎是用不到的,那後面的作業就會用得到了這樣,這次的作業應該沒有詳細到說,要請大家在print一個資訊,譬如說它是小數的時候,要印到小數第幾位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用它預設的一個數值這樣,所以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2.6,這個也蠻實用的,就是之後大家要寫一些程式,譬如說如果是管理學院的同學,你可能會有一些數字啊,或者是金錢啊,或者是什麼報表的量,可能是要用小數來呈現的, 理工的同學,社會科學院的同學應該更多機會會用到這個小數部分,因為很多科學運算都是有小數的這樣,所以這邊我們是要講說,如果當我們要印一個小數出來的時候,我們可以規定它的格式,所以其實這一章要講的是怎麼輸出一個我想要的格式, 它是一個格式這樣子,格式有分成兩種這樣子,就是這邊看到的,就是第一個呢,如果是整數的部分,我要留多少位數讓它可以顯示出來這樣,就是我要留多少格給它這樣子,譬如說這個意思就是,這個我等一下要印出一個小數,這個小數有些是整數,有些是就是小數的部分,整數的部分我留了五格給它,五格給它, 所以如果它是正的整數,我最多就可以印到99999,就五個小數這樣,如果它是正的整數,注意一下,如果是正的整數,那它就可以,這個5.2F代表就是這KMS的整數最多可以是99999,如果它是負的整數的話,這個5.2F,這5就會變成它最,負也是一格這樣子,它就最多只能夠負9999這樣子,所以這五格是這個意思這樣, 就留五格來印,正負號也算一格這樣子,點2就代表我要顯示到小數點後兩位,小數點後兩位,所以這邊很簡單,就兩個東西而已這樣,你要,當我們在印這個資訊出來的時候,注意到兩件事情這樣,整數要用幾格來印,小數要顯示到小數點後幾位這樣,這邊留五格,小數點顯示到後兩位這樣,所以這個是課本上的一個範例,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這上次應該有講,我講的 比較匆忙這樣,所以譬如說如果現在要印的時候,就是這裡,就是person多少,這是F,如果是整數的話,是person多少D,person4D就代表我會留四格來印整數,那大家要注意一下,這等一下會有個練習題,讓大家想一下這樣,4D的意思是留四格,可是這個整數其實只有234,只需要三格,那這樣會發生什麼事呢,這個東西呢,會靠右對齊,234的左邊會多一個空格出來這樣子,這個會發生什麼事呢,這個東西呢,會靠右對齊,234的左邊會多一個空格出來這樣子, 回去大家可以試試看這樣子,如果你這邊234是用5D的話,也就是五格來表示234,但實際上它只有三個位數,所以它就會空兩個,那6D就會空三格這樣子,所以這個揮揮的是空格的意思,在大家的課本裡面這個揮揮是空格的意思這樣子,好,那在右邊那個是負號的部分,負號,假設現在是一個負234,如果你也是用person4D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本來234就是空一格,可是現在這邊有個負號,所以它就不會空,這個負號也是一格這樣子,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好,5D、6D都是一樣的一個部分這樣子,注意一下最後這一欄這樣子,這一欄就是說,如果你在印的時候,你不小心呢,明明它就有三個位數,但是你那personD的那個數字啊,寫得小於它的話,它會自動幫你更新成, 最少需要的,譬如說這234明明就是要需要三格,可是你只寫一個,person1D,這樣是不夠的,它會幫你擴充,它會自動幫你顯示234這樣子,所以這個以後大家會發現它好用的地方就是,這個是讓你顯示出來的數字可以對齊,它可以往右對齊這樣子,所以你可以回去試試看,就說如果你沒有用,你沒有寫這個person,你就算不寫這個6,其實也OK,你就寫個personD就好,它就會幫你顯示出最少需要的,譬如說這234明明明就是要需要三格,可是你只寫一個,person1D,這樣是不夠的,它會幫你擴充,它會幫你擴充,它會幫你擴充,它會自動幫你擴充,它會 最少需要的位數,但這樣有可能之後你會發現,當你顯示的東西很多的時候,那個數字排版很亂,譬如說如果你是一個跟我一樣處女座有點潔癖強迫症的人,你可能會希望顯示出來的那個數字要全部向右對齊,看起來很漂亮這樣子,所以這個是寫程式的時候,應該說我們一開始寫程式其實不用管這個,就是到底要顯示的漂不漂亮不是重點,東西做出來比較重點, 但是大家可能要想一件事情,當你已經寫得很厲害了,你要把這個程式賣給別人的時候,別人對你的程式的觀感是滿重要的,譬如說如果你現在買了一個遊戲回來,那個數字顯示的非常亂,都沒有格式,你會不會覺得這個程式做得不太好,這個遊戲不太好,你覺得一看就不想玩,一看心情就不好,沒有那個想玩,玩電動的心情這樣,所以這個格式,我才說它是一個格式化這樣子,那為了讓你可以對齊這樣子, 就回去大家之後可以看一下,好,這個已經講完了,小數的部分,整數我就不講了,接下來我要講小數這樣子,就是點多少F,如果它是小數就是F這樣子,點多少那個數字就是小數點後幾位,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這邊是四捨五路的,譬如說本來是3.14159,準到小數點後兩位就3.14這樣子,好,如果是點1234, 這個後兩位也是,所以這邊應該是滿直覺的,讓大家看一下,這邊其他有空格的部分大家就再看一下,基本上這邊只是要讓大家看一下說,它可以準到小數點後幾位這樣子,好,紅色的部分大家可以再標記一下,就是我覺得是比較重點的部分,弄懂了之後就可以比較知道這邊要講什麼這樣子,好,看大家順意有點濃,讓大家來看一下, 一個問題好不好,這個問題應該可以引起大家的興趣這樣子,就說這個讓大家思考一下,就剛剛教到的那個部分,如果你有吸,就是覺得聽起來還滿有感覺的,好,來做做看,如果我現在這個程式寫這樣子,等一下這個答案這邊有緊字號代表是空白,空白,緊字號代表是空白,這樣子,好,現在有兩個小數AB,A是37.56,B是101.117,如果我現在要 印這個,printf,是把A跟B的數值印出來,分別是用6.1f跟9.4f來印這兩個東西的話,大家覺得這個答案印出來是ABCD的哪一個,還是E,都沒有,有可能答案是都沒有,ABCD,如果這樣印出來的話,你在你的電腦螢幕上看出來,會是ABCD的哪一個這樣子,好,就是這邊有差別, 第一個是空白,空白的格數對嗎這樣子,然後第二個是這個小數點,小數點這個根據這邊說的這個這樣子的數字,你看到都不太一樣,有37.6.5的,然後有.1170的,點117的,哪一個才是對的這樣子,好,然後注意一下這邊還有一個問號跟換行符號,斜線N這樣子,給大家一分鐘好,然後等一下我再問一下, 請問一下同學,那你們覺得答案會是什麼,如果程式是這樣子寫的話,那你覺得這個答案會是哪一個,真的印出來的時候它會是什麼,你知道 這邊兩個重點,空白的個數跟這個數字顯示出來是對的嗎這樣子,然後如果學會之後,大家回去寫程式,你就可以試試看,到底這個person多少點f,點多少f,這個到底實際上可以怎麼用 上課試教說,可以幫你把數字對齊,然後顯示到你想要的位數,那這些真的可以這麼做嗎,回去的時候可以試試看這樣子,好,然後來找幾個同學來問這樣子,有沒有同學志願,好,很好,覺得答案是什麼,C喔,你的原因是什麼,第一個37.5,37.5你覺得是對的嗎,30.5是怎麼來的, 好,小數點後只有一位,好,那小數點後只有一位是點5還是點6,點5確定,是無條件捨去還是四捨五入 好,這就讓我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問這樣,是四捨五入還是無條件捨去 蛤,捨去,你們覺得是捨去,再讓我問最後一次就好了這樣,是四捨五入還是無條件捨去 來的B喔,所以你覺得應該是四捨五入,好,那這個9.4F這邊呢,就是B的話那就是101.1170 好,那最後一個,如果大家要選B的話那你就要看一下A跟B,要選A還是B A跟B,差別在哪邊這樣子,還是B,那你為什麼覺得A是錯的 對啊,選N是換行,換行,沒有換行,那再印出來會不會有換行 是會還是不會,是會還是不會,是會還是不會,不會 那那這一行,這一行在這邊的目的是,這一行,這邊不是要有一個Print F嗎 對,一個問號,那後面這個是,這個寫線N是換行 所以他印問號出來會不會印換,為什麼不會,確定不會,那這個不是有個寫線N嗎 這裡啊,這個不是有Brand F寫線N嗎 那這個的目的在這邊 應該這樣子講,這個寫線N就是這個寫線N,這樣 這個寫線N出來,印出來不是寫線N,他在螢幕上為了表示方便,他就是個換行 他不會真的印出一個符號叫寫線N,這樣 所以有可能是這樣有點誤會,這樣 就是說,這個第一個意思跟第二個就是說,第一個印完之後他會換到下一行 那第二個B的話,就是連換行都不會,那你覺得這樣檔案會寫什麼 你是說A,它是印完之後他在螢幕上,那檔案就會變成 好,A啦齁,所以,澄清一下,這個寫線N為了表示方便是這麼寫這樣,實際上它是個換行符號這樣,如果你把換行那個符號印出來,它就是寫線N這樣 那這邊,如果我這邊不這麼標,大家就會覺得,你可能就覺得我不知道在講什麼這樣 第一個,空白我不用緊字號,你就會發現,不過你如果PowerPoint看久,你自然會看出來這個字跟字之間到底隔了幾個空白這樣 可是這邊為了表示方便,就用兩個緊字號代表它是兩個空白 換行符號,我就算按個Enter下去,你也不一定會發現我有換行 所以就用一個寫線N代表它是換行符號,所以這樣子來講,答案應該是A啦 這個我寫錯了,應該是A這樣子 好,你給這個同學一個掌聲 答案應該是課本,答案應該是A,應該會換行符號,這邊有換行符號,改下這樣子,是A啦,現在先改過來 dúdód country 那 legally Kathy 你問D люди 邏輯 ants 那 decides 那iso 所以你想看第一 48 chi 好 那就有兩種解釋方法 這意思就是這樣子 期中考的時候反正我出什麼題目 你如果覺得你的答案是對 你就可以寫你的解釋這樣子 就像現在明顯是我錯了 然後我硬要說這樣子 先跟大家道歉 如果我是不會硬出來的 要選B 因為我錯這樣子 如果我要解讀成這個斜線跟就是像這個一樣 它就是一個換行符號 那我就會說什麼A 這樣子 好 不過這個有點牽強 我比較贊同大家說的B這個答案 就是一開始同學 所以你還滿心智滿堅定的這樣 很好 你要下去再找我這樣子 就是 嚴格來說答案是B這樣子 沒錯這樣 謝謝大家分享這樣 但如果你要解讀成這個叫做換行符號的話 也許也可以說它是A這樣子 所以A跟B都OK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的回饋 所以我比較知道哪邊可能交得不太清楚 這樣子 好 很好 所以 這邊要注意到的是 第一個是 呃 如果是有小數位數的話 它會四捨五入 它會四捨五入這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控幾格 所以這邊點Person6 這邊控6格 大家覺得那個兩個控白是對的嗎 兩個控白是對的嗎 兩個控白是對的嗎 就是這邊不是Person6嗎 留6格給他 6格 6格是會控兩個控白是對的嗎 有沒有同學在質疑 這個兩個控白有沒有問題 你覺得是幾個控白 四個控白啊 四個控白 你的四是怎麼算出來的 對 小數點前面要有六格 那我們來數一下 三七點六 然後就是 對啦 這全部六格 等一下找我 今天是通到一點 全部六格 全部六格 然後準到小數點第一位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如果是全部六格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這樣子 全部六格 好 今天同學你的頭腦不用清楚 好 等一下來找我 這樣 好 補充一下全部六格 所以像這邊 全部五格 一二三四五 這樣子 全部八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修正一下 好 全部 連小數點後面都有算 是總共留幾格 給他顯示 這樣子 這樣子 對 這樣OK嗎 有沒有同學還要質疑哪邊有問題的 這樣有沒有覺得回到國小的時候 國小 你們現在國小會有一本課本叫質疑嗎 他不小心透露出我的年紀而已 我以前國小真的有一本課本叫做質疑 我想說什麼質疑 裡面就很多問題這樣子 但是課本名稱真的就叫質疑 對 好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課本講 就是講義啊 或是課本 課本好像也有一些是錯的這樣 覺得哪邊有問題就提出來 這樣會非常 這樣蠻鼓勵大家這樣子 回饋的這樣子 這樣可以讓大家學到更多這樣 也是一個最正確的一個東西 有可能我會講錯啊 所以大家如果覺得我講的怪怪的啊 我講錯的 儘量舉手發問沒關係這樣 這樣有可能就是我沒有講清楚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問題有沒有什麼疑惑 還有沒有別的想要釐清的地方 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囉 最後一個 沒有應該倒數第二個這樣 這個是指程式執行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然後這個比較不是那麼重要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而已這樣 但是執行的方式有所謂互動的模式 跟批次執行的一個模式這樣 目前為止 大家所學到的 都是互動的模式 你的程式要先叫使用者輸入東西 你幫他計算之後你再回報給他 這叫互動的模式 批次模型呢就是 它可以一次呢 幫你把所有的東西掃描進來 幫你一次處理完 它不用跟使用者做互動 這個在比較後面的章節 我們才會提到 這個也是 就是 應該說 常見到的程式 它都是這麼執行 它不會需要跟使用者做太多互動 你可能就是把你要的資訊 寫在一個檔案裡面 它就會自動幫你讀了這樣 你不用一次一次 一直要自己輸入東西 不過從就是 一開始學的角度來講 用互動的方式來做學習會比較好這樣子 所以詳細的部分 大家可以再看課本裡面 就2.7節這一邊 我就只要講這個而已這樣 就是有這兩個 以後如果大家要拿這個程式來做自動化 做AI等等的這些東西的話 比較常用到會是批次模型 這個東西等到我們交到一個講義 應該說課本有一個單元叫做檔案的處理的時候 我們就會跟大家講怎麼做這件事情這樣 這個是我覺得程式裡面非常好用的一個功能這樣 就是你不要讓使用者跟你做太多互動 他只要把所有需要的資訊寫在一個檔案裡 你的程式去讀那個檔案就好 但這個會比較複雜一點 如果已經學過可能高中有學過或者是大二以上同學 你可以先去看一下那個程式的部分 檔案處理的一個部分這樣 大一同學如果覺得想要先了解一下 你可以先之後翻到那一章節去稍微看一下 不懂的地方之後再跟大家討論這樣 最後這個章節就是常見的Programming的Error這樣子 這個我等一下沒有要講非常詳細這樣子 跟大家提議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課本會有詳細的解決方式 所以我講這個目的其實是鼓勵大家 每一章上完講課本的講 上完講義之後回去看課本 記得看一下那個章節 他會跟你講這個章節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常見會犯的錯誤是在哪裡 這樣你在做那個寫程式的時候比較順利一點這樣 常見就是大家現在寫第一個作業 可能會發現常見的錯誤第一個叫做語法錯誤 這個語法錯誤這個 那個DVC++或是任何的程式的編譯器 都會跑出來一個Error跟你講 那是什麼樣子的Error這樣子 譬如說你可能printf打成printb等等 反正就是那個是有錯的 他就會偵測出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比較容易去偵錯的 等一下可以用一個例子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第二個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萬一答案算出來答案是錯的 或是說他算不出來那個答案 程式編譯都沒有問題 但是他執行的時候就有問題 這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這個就叫run time error這樣子 所以常見到就是說 譬如說你寫了一個運算式 結果那個你給值的時候沒有注意到 最後算出來會算出一個多少除以0 除以0這樣子的一個運算 他就會跟你說Error這樣 因為除以0基本上是無窮大這樣子 電腦沒有辦法表示無窮大這樣 最後是邏輯上的錯誤這樣 邏輯上的錯誤就是說 你的所有的執行都是正常的 然後語法也對 但是答案就是錯的 這個號稱是最困難debug 你可能像上次說一樣寫成是10分鐘 但debug要抵三天 你才會發現到底是 為什麼答案算出來是錯的 這個叫邏輯的錯誤 也就是說你在弄一些步驟的時候寫錯的 你的執行的步驟 或者是你的那個 寫那個英里轉公里本來是1.609 你偏偏給他寫的1.7多還是什麼的 不過這好像滿滿容易找出來的這樣 像這樣子就是在數字上面差了一點 或是哪個步驟你忘了做 這個都非常困難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課本這樣子 不管是出現哪一個error這樣 只要程式出來跟我們預期的不一樣 我們就需要去偵錯這樣 這個偵錯過程 過程有個專有名詞叫debug這樣子 所以應該學完之後 你之後聽學長啊 或者是以後去學長姐 或者是去公司上班 你程式不會動 他可能就會問你說 那你debug了嗎這樣 你就要學習聽一下 這個就是偵錯的意思 那業界呢還會再縮寫 應該說研究所開始就會再更縮寫 不會只講debug 他會這樣 他會問你說 你的程式抵出來了嗎這樣子 抵就是debug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就是 反正就是這個寫程式這個領域呢 很多奇奇怪怪的專有名詞這樣 我說中文的 他說你程式抵完了嗎這樣子 你有聽過 你如果有什麼親戚啊 或者是學長姐從業界回來 他會有一個很長的職業病這樣 他就會講話講中文講一講 一定要冒幾句英文出來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exprime一下這個意思嗎這樣 你的program會動嗎 那個聽多你會覺得很煩 可是好好的中文你不能 然後他就跟你講 哇那中文怎麼講 這就是exprime這樣子 然後不就是解釋嗎這樣子 你會覺得 你以後看一下你的學長姐 或者是親戚 他們就是科技業都會這樣 他們都會說一定冒幾句英文 好像聽起來很厲害 那你一聽你就知道他是科技業 如果他這麼講話 你一聽就知道他是 他一定是科技業的這樣 就是有幾個方式可以辨別 一個人只是科技業的 總之這個叫debug 為什麼叫debug呢 這是什麼意思 bug是什麼 de是什麼 去除 很好 這個是未經證實的一個謠言這樣子 就跟什麼刷獅子的棕毛之類的那個 類似這樣 之前就是有一個人啊 發明電腦的人 他做完之後發現電腦不會動 然後就要找原因 後來發現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電腦裡面有一隻蟲飛進去撞到 然後就把它弄壞了 所以以後就犯稱 只要要找出程式的問題 就叫debug這樣子 真錯 真錯啦 算是一個口語化的一個故事這樣 但好像沒有被證實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總之他就流傳下來 現在大家就叫他叫debug這樣子 問大家 現在這個程式給你假設是你自己寫的這樣 這上面有三個語法錯誤 三個語法錯誤這樣 你們覺得在哪裡 很好 這個很重要 這個沒有分號這樣子 第一個沒有分號 沒有分號一定會有問題的 然後先有問題的時候檢查一下有沒有分號這樣 那個變異器會跟你講 第幾行有問題 不過要注意一下 有時候他說的第幾行是有點落差的 你可能真正的問題是在第十行 可是他會跟你說第十三行有問題 但總之就在那附近 第一個沒有分號 第二個呢 沒有宣告很好 這個miles沒有宣告 第三個最困難 這個嗎 這裡 你們有看到嗎 這個debug你可能就要抵三個小時這樣子 光抵這個 你要注意一下 你這個打進去他跟你講這裡 他其實會跟你講就是沒有預期的什麼結尾這樣 你找半天你就覺得我不是都有結尾 分號都有啊 分號都有啊 連這刮虎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會覺得這不是蠻正常的嗎 連刮虎都有刮啊 都有刮起來啊 我們說man function裡面如果有很多東西的話 用刮虎刮起來 又刮啊 為什麼要偏偏跟你講一個 就是他預期這個檔案還沒有真的寫完 沒有一個結尾這樣 就在這裡這樣子 這個空白啊 所以不錯啊 就是以後你寫多了你就會變成人體debug這樣 你就是那個compile這樣 你自己就會debug 你幫同學看 嗯 那不就沒有分號沒有宣告就空白 那你同學應該蠻緊揚你的這樣 現在緊揚這個字什麼讚嘆啊 這個蠻紅的這樣 應該會說哇 居然一開始就看得出來這樣 所以第一個作業這個可以看一下這樣 看這邊會不會犯 好啊第二個 這個是一個run time error的例子這樣子 嗯 你們覺得這個問題會在哪裡這樣 你可以先看一下看個一分鐘這樣 這個出來呢它會出現這一個字啊 出現這一個字這樣 就是說叫做arithematic fault這樣 然後基本上就是算不出來這個答案 宣告上面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但是算出來的答案就是錯的 或者是說根本就算不出來 那這問題在哪裡 他輸入一個14跟3這樣子 他叫他輸入兩個整數 然後他要幫他做處罰這樣 他輸入一個14跟3 那他會發生什麼問題 先問大家 first的是14 second是3 這個temp數值是多少 好 3除以14的答案是 在這裡 3除以14的答案會是 3除以14 temp數是 資料形態是double second跟first的是整數 他是整數 3除以14 整數的運算 除完答案是0 是0這樣 那ANS answer first的除以0 這邊 所以要怎麼改答案才會對 萬一你算出來的答案 他可能本來不是希望這樣 他是真的算出一個小數這樣子 他怎麼改這個程式才會動 防呆就是叫使用者 你千萬不要給我輸入整數喔 或者是你要跟他講 怎麼樣會變成除以0這樣子 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過 房呆有時候是鼓勵大家 特別去做那件事情一樣 就有點像說 好像說是之前那個旅遊景點 圈一個地方說這個地方不可以踏進來 就大家就會想踏進去 特別是某一個地方來的人這樣子 他就會踏進去這樣子 房呆是一個很好的 如果你更高明的就是說 就算他真的這麼呆 你還可以幫他處理 那要怎麼做 取到double這樣子 或者是你在這裡也可以 大家還記得 也可以在這裡做一個刮虎double 一個叫cast的轉換這樣 就是在這裡幫他取個double這樣子 因為你 就是看你覺得使用者可能會呆到什麼程度 比如說他真的會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 那你就乾脆在程式裡面幫他處理好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樣 最後一個 這邊也會有問題這樣子 這個程式 再講完我們就休息一下這樣 這個叫做沒有辦法偵測到的error這樣 你會覺得這個程式本身都沒有問題 他執行上就有問題 這個我只好要提問題 解法回去大家可以看課本 這個我覺得非常難找這樣 這個在準備的時候 我覺得看半天 我覺得這個程式不是還滿完美的嗎 可是看了課本的解釋之後 會發現真的會有問題這樣子 他就是要請大家先輸入一個年份 他就把它存起來 接下來他就會 接下來他再請這個人 輸入他的縮寫的三個英文字 只是這樣子而已 輸入年份 輸入他的名字 然後這樣印出來 這個printf就有問題 宣告 宣告哪邊有問題 include 好 這個可以算你對這樣 就完整上面應該有include 剛剛有那個圖在裡面 好 這一個 不過這一頁他要講的問題 不是那個宣告的這樣子 不過實際上是這樣子怎麼做的 他要講的是這個 這邊顯示的問題 引導一下 就顯示上你覺得會不會有問題這樣 就是說他先就是 請他輸入年份 然後他就輸入一個 譬如說19多少年 按enter之後 接下來呢 他再請他輸入三個名字 這樣子出來 他這個三個文字 真的是他輸入的 譬如說我的tyh這樣 然後後面接一個年份 會不會真的是這個樣子 如果他這麼寫的話 先寫年再寫這裡 他存起來真的會是 譬如說我會寫1982tyh 這印出來真的會是tyh1982 這樣 喔很好 你答對了這樣 這個問題就是 同學叫什麼名字 陳鈺喔 停鈺 停鈺講的 他不會 我如果輸入1982tyh 他不會出現tyh1982 像這邊寫的 因為他會這樣子 1982輸入完 你會按enter 對嗎 電腦螢幕出現出來跟你講說 請輸入年份 你按完1982之後 你會不會按enter 你不按enter 他沒有辦法往下做 你就會看到 油標這邊閃的閃 他不會往下做 你一定要按enter enter是個支援 enter是個換行支援 但換行支援會被存在這裡 特成C這裡 這樣 這邊預期會輸入三個支援 你這邊按enter之後 enter就會先存在第一個支援 所以後面你輸入的tyh 只會被存到tyh 會不見 你這個 早半天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程式到底是怎樣 這電腦跟我做對 他是不是不想讓我寫作業 他是不是叫我去看個電影比較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就是按enter之後 你馬上接 這邊要輸入一個東西 他就有問題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課本說要怎麼接 他基本上就是叫你在前面 再放一個空白 空白他就會略掉那個 enter那個東西 在這裡 這裡的前面加一個空白 你可以看一下 都還滿細節的一個問題 這個叫你真的很難偵測到 因為那個編譯器 不會跟你講哪邊有問題 你只會知道 然後出來的答案 基本上也幾乎是對的 就是少一個字緣 你就會覺得 是不是現在是什麼 宇宙的太陽粒子 在那邊作水這樣子 那就是讓我少一個字緣 怪怪的這樣子 實際上是因為你這邊 因為他會按enter 使用者會按enter這樣子 好 這個回去複習的時候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也是每個章節的重點這樣子 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每個C的語言程式範本 就是一開始會有前置處理 跟一個main function main function裡面有變數的 宣告運算跟輸出這樣 宣告變數的時候 資料型態非常重要 integer double還是字元 你要用什麼格式 是要留幾個給他 要用小數點幾位來存這樣 這個非常重要這樣 運算 就是我的這個變數的運算 優先順序是什麼 刮鬍的優先順序最高 這樣子 好 大概是第一個部分到這邊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休息10分鐘到10點20 看後面那個表 4點20 請大家再回來 我們就要講第三份講義了 好 時間差不多了 等一下 在上課之前 因為我上禮拜 我跟大家講說 這禮拜我要讓大家看一個 有趣的笑話 有趣的影片當笑話 提醒一下大家的精神 這個就是我說的影片 先稍微說明一下 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樣 這個就是有一個人養一隻貓 貓在這裡這樣子 那等一下呢 貓會做一個很特別的動作 這樣子 那你等一下可以仔細看 他精采的在最後面這樣子 反正就是 他覺得主人覺得這隻貓很有趣 他就一直拍他這樣子 那這個貓呢 覺得主人是拍他很煩這樣 所以他等一下會想要跑走 這樣子 他會想要跳到對面去這樣子 然後他 貓的跳躍能力很強嘛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 他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子 我覺得這還滿有趣的 這好像是我有一次看到同學 不知道哪邊轉 就是轉貼過來 你看看喔 他現在 他看到主人在拍他 他覺得很不爽 這樣子 他等一下會跑走 所以我覺得被貓這樣蹬還滿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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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他要走 等一下你仔細看一下喔 他等一下要飛越那個 背到隔壁 對面去 好 要跳 要跳 精采了 準備 1 2 3 1 3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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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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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他只能 你不要程式裡面限制說 如果他輸入了不是B 答案就會錯 這樣子 實際上他不管輸入B 還是這個數字是什麼 應該跟你的程式都沒有太大的關係 你的程式就是B只是為了印出來而已 這樣子 這個數字是要帶進去那個公司裡面算的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 這兩個輸入什麼其實沒有太大的影響 不過主角在測試的時候 他不一定會輸入B 可能會輸入ABCD 然後這邊就看 我其實目的是要讓大家了解一下 因為大家現在的成績單出來都是A加啦 A啦 B啦等等的 讓你知道一下B是代表什麼意思 B大概就是以前的73分 這樣子 所以基本來講 基本上來說就是使用者不一定會輸入B 也不一定會輸入73 他可以隨便輸入 你都要幫他算出來 我有看到剛剛同學有做一個 我覺得更高明的做法 就是 也寫是比較實際的做法 就是說你也可以考慮做這件事 不過這個可能要你之前有修過 或者是你自己願意花時間 先看一下後面的東西 這做法是這樣 就是 你可以讓使用者直接輸入 比如說ABCD的哪一個 至於這個要達到B需要幾分 是內建在層次裡面 他可以幫你判斷 如果他輸入B的時候 最低需要幾分 然後去算出來 實際上這個功能 我們需要到第四個單元才會交到這樣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要這麼做 實際上我們應該最後都一定要做成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先看第四單元這樣子 要不然你就照這個格式這樣子做就好了 就是看他要輸入什麼 最後就印這個 重點在於這個 他輸入現在是 平均 他希望達到這個B是73分這樣 然後把它算出來 另外一個要提醒的就是 大家要把那個作業丟到FTP上面這樣 FTP如果不太會用的可以Google一下 基本上你可以在檔案總管的那個網址那邊打 FTP冒號斜線斜線 然後打那個IP位置這樣 所以你可以Google一下會有那個資料 如果不太會 其實我發現不只是同學不會用 很多老師也不會用這樣 也是我要拿一個東西給他 我說那我丟FTP給你 他都跟我說FTP是什麼 因為我還蠻習慣的 我大一第一件事就是 我就發現原來有那麼多FTP站這樣子 很多東西可以在宿舍裡面 有個比較好聽一點點 取用 取用這樣子 所以以前 又不能透露連結 以前我那時候就還蠻 蠻長很多東西就是透過FTP來傳這樣子 算是一個檔案伺服器 就是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把資料丟上去 好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會再跟助教研究一下 就是說 大家執行完之後說 會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好像是輸入這個數值之後 他要算出來之前就會 執行檔就會跳掉 那個視窗就會跳掉了 你知道嗎 或者是說這個印出來 才剛印出來他就跳掉了 所以這個問題我會再跟助教研究一下 再把 對 我剛剛只有跟大家講 你可以加個就是暫停的指令 他們說有加過了 對啊 所以也許 剛剛有請幾個同學 把陳市長先寄給我 跟助教研究好之後 放在Facebook上 你再照著做這樣子 就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問題應該是 他顯示完之後馬上就跳掉了 對嗎 他不會那個視窗不會停在哪裡 所以大家可以再仔細看一下 我們那個社團上面說的東西 這樣 目前為止 有收到同學說 作業有問題 大概是這個部分 還有什麼問題 還可以提在Facebook社團那邊 其實我發現 我剛PO那個 那個作業訊息的時候 當天晚上似乎就有人寫完 就有人在問FDB連不進去這樣子 對啊 還不錯啊 但是他早一點寫完 可能會比較好 後面比較複雜的 所以會有一些要先請大家把 你寫程式的想法寫在Facebook上 那個就越早做完 有越高的分數 好 現在前面這個程式比較簡單 我就沒有讓大家PO在Facebook上 PO在Facebook上等於就是把所有的答案 都讓所有人知道的意思 所以通常我會PO在Facebook上 是讓大家看一下 大家寫這個程式的想法 你怎麼解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第一個程式比較簡單一點 就沒有讓大家做這件事 後面的就會讓大家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第三章的一個部分 這樣 第一章我們教完 他就是基本的 應該說第二章 就是基本的運算啊 顯示這樣子 就非常基本的一個東西這樣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一些稍微複雜一點的 比較貼近現實面的一個部分 因為現實的問題不會 不一定會像我們之前教的 就是給你輸入一個雙心 然後你找出一個公式 就可以把這個答案做出來這樣 他可能需要好幾道步驟這樣 所以這張我其實要教的是 如果我們遇到一個問題 他需要好幾個步驟才能解完的話 大家該怎麼做 我剛剛有聽到同學好像也許 高中有學過程式還是大一學過程式 你對程式有非常強的懼怕感 不瞞大家說 我一開始學完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有懼怕感 你乾脆就是先忘掉 之前所學的東西好了這樣子 你就照著我的講義這樣子 一步一步來這樣子 就忘了你曾經懼怕這件事情 跟那個什麼學太極權要把所有東西都忘掉 這樣子 就先忘掉啦 不要那麼害怕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害怕寫程式 基本上我很多範例讓大家參考 你就照著寫 基本上我爸就不離死這樣子 就有一些需要改的而已這樣子 所以第二張那個作業程式比較小的太困難 他沒有那麼困難 他最重要最困難的就是那個公式怎麼倒出來 我跟你講說我目前平均成績是80 然後佔了現在學期成績的75% 然後我希望學期成績是比如說90 你怎麼幫我算出來我的期末考 他佔25%需要考幾分才可以這樣 他就是一個大家高中的時候一個數學的運算 就是等於是Y等於多少X那種感覺這樣 所以那個程式最困難就只有這個 其他就是照著講義課本的範例做 應該就做得出來 所以不要想得太過困難這樣 真的有問題看你要就是PO在Facebook上面 或是來找助教後我都可以這樣子 所以PO在Facebook上會幫大家加分 所以那個你的問題可能都是大家的問題這樣 你如果看到別人有問題 你有幫忙回答的也會加分這樣子 讓大家在Facebook上可以互相學習 好接下來我要教稍微複雜一點的問題 如果他需要多一點的步驟我們該怎麼解決 以往如果你之前學過的話 可能老師們都會先教什麼是方訊這樣 好 好 感谢观看